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杨枫,在中国大陆的公益链,有人认为面临了第二次的出走潮,怎么说呢? 第一次是发生在美中贸易战之后,尤其是2019年,这是第一波的产业链出走潮。 在川普的极大压力之下,当时的确有一些跨国企业撤离了北京。 这里说的极大压力,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所实施的高关税。 大家如果记忆犹幸的话,在2018年年底,网上有许多的说法, 说是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中共经济是寒冬来临了。 然后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接续的说法, 这说法是,在中国的跨国企业,现在是逃离的最佳时机,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好了,现在又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波的出走潮,这是因为病毒疫情流行冲击的结果。 这个说法的证据在哪里呢? 证据就是,微软和谷歌都计划在2020年,把一些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越南。 这包括了,谷歌的Pixel手机,还有微软的平板电脑 Surface Pro。 所以,第二波出走潮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是,证据确凿,并且是振振有词。 以上这个说法,是属于观察美中贸易战的一些经济学者,政治人物, 还有时事评论主播者的想法、说法。 到底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推理一下。 到底在中国大陆的庞大生产供应链,会怎么移动? 会不会移动,是留在国内,还是出走走出去? 美国能不能够甩开中国,在其他的国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 首先,我们就要看的是,全球的舆论,或者是全球对美中贸易战, 美中争霸的看法,或者说是立场,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是美国这一边,主要是川普政府,还有赞成对华斯加压力的人。 我们要注意一下,目前,美国两党,不论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 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只是方法和手段而已。 另外,还有台湾的执政党,和香港,是比较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我们说执政党的时候,其实也包括了支持该政党的选民。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是相当配合的。 我们用更直接的讲法来说,蔡英文的对中政策,是跟美国绑在一起的。 另外一边,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大陆是美中贸易战的当事者。 那么,有没有其他国家,是支持大陆的,站在大陆这一边? 当然,有了俄罗斯。 俄罗斯自从在2014年吞兵的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面临来自美国强大的压力, 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是更多。 虽然说,前苏联垮了,但是俄罗斯还是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俄罗斯的核子牙,那可是一个大钢牙,很厉害的,能够完全与美国匹敌。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不行,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在2017年,大约是1.6万亿美元, 在全球是排名第11位,只比韩国多了一点点。 所以,俄罗斯现在是和中国大陆抱团在一起,大陆的经济如果垮了, 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可能有人会说,巴基斯坦也是支持大陆的,大陆国内,称巴基斯坦为巴铁。 只不过,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和实力比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尽。 除了美中两个梯队之外,其他像欧洲、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 还有印度,这些国家,并没有明显的站在哪一方。 即便是日本、韩国,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传统的盟国, 但是,那只是在政治和军事上,为美国马首四瞻, 在安全上受到美国的保护。 但是在经济上,这两个国家,都还是和大陆很亲近。 这就是目前,全球的经济战略格局。 除了这三个梯队之外,还有一个群体,会相当关注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 那就是台商,在大陆的台商。 对台商来说,其实就是美中贸易战的当事人。 因为有许多台商,在大陆设厂,他们的出口对象,几乎都包括了美国。 台商,不管是要留在大陆,还是要撤离中国,都应该来听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在我们去年8月11号的节目,美中贸易战胜负预测3,得供应链者得天下。 这是第98期的节目。 在那一期的节目中,杨凤曾经分析过,有关跨国企业要从中国撤离出来的议题。 主要是去年暑假的时候,网络上开始大肆流传,有80%或85%的跨国企业要离开中国, 从而避免美国对中国所施加的高昂关税。 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目的,就是要迫使跨国企业离开中国, 从而打破被中国垄断的全球供应链。 川普也曾经说过,跨国企业正在离开中国,不过川普这个说法, 当然是希望能够增强这个趋势的声量。 总之,在这个消息,在网络上被广泛的引用传播, 推特,YouTube上,都有人流传这个说法。 并且还说,这个数据,是来自于美国之音的报道,意思是说,数据来源可靠。 美国之音,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传播媒体公司。 许多人可能会说,美国之音的报道,还会错吗?不可能会错的,对吗? 杨凤查了一下来源,发现这是美国之音, 引用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起脉公司,所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说,有80%的美国公司, 和67%的欧盟国家公司,正在离开中国。 在那一集的节目里,杨凤表示对这个说法存疑,主要原因是,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迹象和数据来支持这个说法。 但是,杨凤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资源来查证,验证这个说法,只能在节目中表示怀疑。 很幸违的是,杨凤秉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因为是所谓的著名媒体,甚至于是赫赫有名的美国之音,就因而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其实,美国之音做了这样的报道,是他们的败笔,有损他们的英明。 当然啦,美国之音可以甩锅找借口,因为毕竟,他们只是引用了人家的数据,这是美国之音聪明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暂且不去讨论,为什么美国之音会做这样的报道,它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 紧接着,两个星期之后,杨凤又出了一期的节目,有多少比例的跨国企业,会撤出中国? 这是第103期的节目,杨凤在这节目里,很清楚地说明,最多是三分之一的跨国企业,可能会离开中国。 我的说法是最多。 也就是说,杨凤认为,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是上限,因为北京不可能坐以待毙,一定会出台一些措施,来挽留那些想要离开中国的跨国企业。 不管这些方法,是软的也好,是硬的也罢,总之,北京一定会想办法,来挽留这些想要离开的跨国企业。 并且,会增加诱因,来吸引全球的投资者,进入中国。 北京会用什么方法呢?请各位容许我在以后的节目中,再说明。 很快的,在第103期节目出来之后的一两天,美国这方面,又有了一个新的调查报告。 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报道,有87%的美国受访企业,没有计划要撤出中国大陆,并且有82%的受访企业表示,2019年,仍然是将中国列为公司的战略重点,甚至于是首要的战略重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特斯拉在去年投资中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特斯拉,这是全球高档汽车行业中的贵族。 在去年2019年7月的时候,特斯拉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协议,宣布要把特斯拉在中国的工厂,落户在上海。 请问观众朋友,特斯拉为什么要在中国投资设厂?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问题,如果这个答案想通了,就相当于解开了,有关今天工艺链问题的一半。 很简单,因为特斯拉看上了中国大陆广大的市场,看上了中国大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并且,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美中贸易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仍然跑去中国大陆,签订了设厂的协议。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决定了特斯拉,要到中国大陆去设厂投资。 特斯拉的股价,这一年来涨了三倍。 现在,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特斯拉一年来的股价走势图。 一年前的时候,特斯拉因为汽车生产产能的问题, 新型号的Model 3汽车,一直都没有办法量产。 股价因而被打压,被做空,股价最低的时候,掉到200美元。 但是后来,特斯拉的股价就一路飙涨,上个月,二月的时候,还曾经涨到900多元。 两个原因,特斯拉的股价涨了三四倍。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特斯拉成功的量产,达到了目标。 第二个原因,是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快速的增长。 有了中国大陆,广大消费市场的想象空间。 特斯拉的股价上涨空间,也突然之间陡增。 杨丰做过特斯拉的车子,里面是采光充足,流线型的设计。 车子里面,几乎没有什么仪表板,没有那些按键按钮。 就像平板电脑一样,设计非常好,车子非常平稳,也几乎没有什么噪音。 我们再回到供应链出走潮的议题上。 简单的说,跨国企业会不会离开中国? 大陆的供应链会不会断裂? 关键原因是在于市场。谁的市场呢? 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如果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够庞大,这些跨国企业就不会离开中国。 这个道理,我们在去年103集的节目中,就解释过了。 大家可以回头去寻找那一期的视频,有多少比例的跨国企业,会撤出中国? 杨风也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这节目的下方。 我们要解开这个习题,找出答案,还是要看,到底大陆的市场够不够大? 另外,就是要看,在中国设厂的生产成本问题。 有人说,因为这次中国大陆疫情爆发的缘故,外国企业厌恶中国大陆的官僚作风,所以要把企业撤出中国。 也有人说,从这次大陆疫情的状况来看,外国企业认为说,在中国大陆设厂的风险太大了,动不动就有疫情、官僚作风等等,所以一定会离开中国。 甚至于还有人说,这次的离开,并不是短暂的离开,而是永远的撤出中国。 微软和谷歌,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越南的新闻,就给了这个说法很大的支持。 去年2019年,第一波的出走潮,的确是有些厂商离开了中国,但是不到15% 比例低。 那么今年,所谓的第二波的出走潮,情况会如何? 杨风的说法还是一样,要看市场,由市场力量来决定。 市场上看不见的手,这个说法,是200多年前,经济学大师,同时也是哲学家的,亚当·史密斯说的,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推手。 所以,不管经济学家是怎么说,政治人物怎么看,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提到,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立场有三个梯队。 但是,不管怎么看,是持有什么立场,最终都要回归到市场因素,回归到市场力量。 西方国家,美国,欧盟,和加拿大,日本,都是笃性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 不会不知道市场力量这个观点,也不会不知道市场力量的重要。 故然,经济的问题,会有一些非市场因素。 比如说,美国人为的,对中国大陆加征关税。 但是,这些非市场因素,不会是最后的决定力量。 杨凤最后,再给一个比喻。 这一次的疫情,虽然是先在中国爆发。 但是,别的国家,也有到目前为止。 全球总共有84个国家,出现了确诊病例。 这已经是全球性的事件。 那么,这些跨国企业,要搬到哪里去呢?搬到越南。 越南也有疫情爆发,只是比较少而已。 我们做一个结论。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肯定是有的。 但是,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受到冲击。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因为,这就是地球村。 至于,外商要撤离中国,这也会有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显的证据, 或者是市场以外的力量,能够大到,要造成大量的出口。 今天就说到这,谢谢您的收看和关注,也请不要忘了, 支持订阅风云天下阳风频道。 祝福大家,我们下期再会。